流去封拱之后呢 可能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呢 出现了江郎才进的状况 在上春晚的这些相声演员里面呢 我们发现呢 没有再超越过去前辈这样的例子出现 但是在形式上呢 有些变化 比方说旗帜大名这一对 这两个人表演相声 不仅是把子母根那个形式学过来 而且超越了这个子母根 两个人再怎么子母根说相声 毕竟是说 他俩人开始演 我们五十几个人挤在卡车上 不怕被挤死 顾不上那么多 唱着歌的想象 唱什么歌 我们是海冲 我们是海冲 别跟我推出去 这两个人表演相声呢 里面夹杂着很多小品呢 戏剧二人传呢 之类的表现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大兵以前 就是在湖南各个夜场跑场子 比些观众希望看到什么 他就演什么 所以两个人不仅有语言上的 还有大量的肢体动作 所以这个使相声的表演呢 有点欲区地往小品的方向转化 到现在达到一个极致呢 就是这两年相声舞台上出现的新秀 贾林和白凯南 一男一女 两个人表演的东西说实在的 我是不敢把它称为相声 那个东西不叫相声 但是你给他怎么会累呢 有一位相声名家说 他俩叫二人表 就是两人在台上表演 其实两个人 你从相声的基本功来看 那跟前辈根本无法相对定论 只是形式上做了一点创新 这个创新现在你能说成功吗 我看根本还做不上 就是说春晚舞台上 这种相声的探索 还在往前走 可是我们发现 在探索这个过程当中 好像这个相声水平 似乎是一年不如一年 往下滑坡 那么这个时候 就回到了我刚开始提出的问题 相声不是没有人才 那这几年的郭德纲火成什么样的 为什么不让他来春晚呢 有的人在网上说 郭德纲啊和这个春晚剧组啊 说这个矛盾那个矛盾 我认为这个都不是主要 要说清这个问题 咱还得举个例子 哎 相声界的太陡我 你马三丽一个火宝利 马三丽当年上市了 那是1985年的 在工人体育馆搞了一届春晚 很不成功 现场乱了轰轰 还冻掉死 那一届 把马三丽马仙人下 马三丽在现场呢 表演了一个叫大乐特乐 这么一个小生活 结婚那是 天和玉 天作之和 玉美良缘 结婚 天和玉 离婚 两要离婚 吃完就就算散了 那是 吃包子 狗不理 那么这个火里边呢 马三丽呢 咱们 铺得平 垫得稳 最后抖几个大包子 这包子很小 可是现场效果是不好 为什么 马三丽就发现 春晚这个舞台 他要求你快点去笑料 没给你多少时间 再让你铺平电吻 可是相声不同于二人段 相声就是你得慢慢撒个滋味 一点一点一点点听 然后啪 最后抖出一个大包子 让你听完之后 回味无穷 不是哈哈笑两声就拉倒了 这个包子你回家再琢磨 你都觉得有滋味 这是相声 他有一个铺平电吻的过程 所以往往需要的观众呢 静下来跟你配合 可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呢 很难给你铺平电吻这么长时间 再另外一点呢 在体育馆里表演 很费劲 相声有三胖 什么三胖 叫广场小孩听不懂 什么意思 在广场里表演 地方太空旷 不录音 下半人容易听不清 要再有两个小孩 再又哭又闹 把你包子都给搅了 而且你到一个 听不懂你话的地方去 你比方说这个少数民族地区 或者是什么东南亚呢 他听不懂你说什么 相声最怕是啥 就广场小孩听不懂 其实呢 相声还怕第四个 就不给你功夫 不给你时间 马三利当时演完了 不成功 再回到天津 几届春晚的导演 请了他不来 我不适合春晚 我对他 不耽误你们工作 其实马三利 潜台识是什么 春晚容易 把我这相声糟蹋了 我的长处发挥不出来 哎 我说马三利 马三爷 之所以 不到春晚的舞台演相声 恰恰是郭德纲的相声 进不了春晚的关键原因 导演您好 我要上春晚 哎对 我要扯一个大腕 表达一下 很了不起了 说心意 导演说这你来晚了 啊 啊 你们导演来 哆嗦什么呀 啊 有身份都在这儿上 没听说过 你来晚了 啊 你这你先跟着干活吧 干活 擦擦桌子 搬满椅子 哦 弄个水 送个盒饭 扫地屋的 啊 你说这 给我遛狗去 遛狗也管 啊给我遛狗去 啊 多缺的 我还是给他遛狗去 哈哈 他现在成了味儿了 哎 相声界里头 他现在 大伙听他说的最好 到这种程度 他就不愿意 适应你春晚的节奏 来改自己的向上 当初他极其无名的时候 假如说只是春晚 说 可能为了春晚 我要改变这个 现在不一样 电大气客客大气店 我已经有这份了 我不借助你春晚 我一样出名了 那么我当然没有必要 根据你这个 改我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 你就能看上 春晚导演的号部 不是不喜欢 我的刚刚向上 那毕竟春晚 有个特殊要求 你看我这改 他就不愿意 你看为什么粉拱 春晚的导演 喜欢粉拱 那也 粉拱向上有个特点 他不用扑平战斗 有时候一上场 四六八说一说 别哗乐了 同志们 其实无所谓 男同胞们 不要气馁 一个牛群 倒下去 千百个粉拱 他站起来 当然 这种情况呢 有时候谈你回去 后来你看粉拱 也不错叫声 演他所谓的相声剧 其实那就是小品 小品近人物啊 有智体语言呢 那对于热场来说 你算了 他得多快 想你站着 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说 你得通过你的语言 把观众带入到你的场景里 然后再搞笑 他要费一番劲 可是我一上来 啪啪 动作也有 相也有 语言也有 三合一的 你这个场子 不就热得快吗 所以冯董有些东西 他非常适合车晚 郭德纲 能力在这 但是他不见得适合 于春晚 所以这是为什么 郭德纲相声 上不了春晚 最技术化的一个原因 有人说他不上去 他图都可以上去了 你看 这个去年我们知道 何元伟 还有这个 李京是跟郭德纲评本的 何元伟是郭德纲评的 两个人上了春晚了 这怎么就能上来呢 可是大家你要 回顾一下这个 春晚的 何元伟李京史任何 你就知道 这伙本来的名字叫 学电台 学电台是传统相声里边 挺搞笑的一个 可是为了适应春晚 这个舞台呢 把里边有些包袱 也给删了 把里边的结构 也给拆了 我们说何元伟李京 两个人能力不差 当年 《魅力和德纲评》的时候 在德纲评 那也是好劫 传底的劫 可是到了春晚舞台 你看看他这学电台 会改成了什么 支离破碎的模样 踏步 外一圈 要亮相 所以我说呀 关键是你这个东西 能不能适合春晚 那说到这儿呢 有的观众朋友说 那既然春晚 对这个相声演员 有些展示不利 怎么那么多年